新文化街鲁迅中学的西侧 有一条南北走向的胡同 参政胡同 它是北京仅有的一条 与汉奸有关系的胡同 参政胡同 南起新文化街 北到西单手帕胡同 全长229米 北洋政府时期 在参政院任参政的 王一堂的宅地在这里 顾得名参政胡同 王一堂的住宅 具体在几号 查不到相关材料 12号院和10号院 都是西城区保护院落 分别是第26号和25号 属于最早的一批保护院落 从外边看 院子四有几近几出 不似普通四合院 这里很有可能就是王宅 王一堂的宅地 后来改成了北京师范大学 附属第二小学的部分校职 2000年左右 参政胡同向北延伸到复兴门内大街 王一堂 安徽合肥人 是光绪30年最后一次科举考试的 二甲第五名进士 同年去日本留学 回国后在清廷供职 辛亥革命后 王一堂历任总统府秘书 国会参议院议员 参政院参政等职 竭力拥戴袁世凯复辟帝制 王一堂后加入段祺瑞为首的婉系 曾当选过国会众议院议长 卢沟乔事变后 平 金伦县 王一堂叛国投敌 先是在1937年底 与王克敏等在北平组织伪政权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后又在汪伟国民政府担任考试院院长 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 在华北地区的一众汉奸之中 对日寇最为驯服且对当地百姓危害最大的汉奸 就是王一堂了 百姓无不恨王一堂入谷 将其称为华北第一汉奸 抗战胜利后 王一堂于1948年9月被枪决 日本人多田真一 在1944年出版《北京地名志》中就提到过 参政胡同是当时北京唯一的用活着的人 作为地名的胡同 但从抗战胜利到现在 甚至在文革期间 这条胡同都没有改名 竟然一直叫到了现在 参政胡同中部的东侧 有一条名叫教育街的胡同 此街名代为铁匠胡同东段 清末在此设学部 民国后市教育部 故街改称教育部街 1965年定名教育街 教育街一至三号院原为顺治初年 所建静谨亲王尼堪的王府 经有关部门考证 静谨亲王府是在北京唯一留存的明汉林院旧址上改建的 距今已有360余年的历史 尼堪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嫡长子楚英的第三子 虽然他的父亲广略贝勒 楚英被努尔哈赤处死 但尼堪仍受到重用 履历战功 并最终在湖南同南明军队的战斗中被杀 十年四十三岁 整个清朝 尼堪是唯一一位战死沙场的宗室亲王 原静谨亲王府坐北朝南 分东 西两院 东院有花园 尼堪及其后裔 在静谨亲王府 共生活了十四代 1905年 光绪皇帝赵准袁世凯 张之洞奏请停止科举 兴办学堂的折子 下令力停科举以广学校 自此 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 最终被废除 清廷夏域 在静谨亲王府就职设立学部 作为专管全国学堂事务的机构 北京那么多王府 为什么就选中了静谨亲王府呢 一是因为尼堪并非世袭网替的铁帽子王 子孙席爵是逐级递将的 传到清末全戎这一辈 已是镇国公不再适合居住在亲王府里了 二是全戎被调去守护西陵 王府正好空着 清政府也没钱建一座新衙门 所以就占了全戎的房子 而全戎呢 结束守灵回家 牌匾都换了 无奈之下 只得搬到了附近的丘祖胡同和豹子胡同 分东西两府 辛亥革命后 学部改为教育部 1912年 鲁迅进入教育部任签室 兼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 直到1926年辞职南下 到下大担任教职 国民政府时期 教育部南签 这里改为国民党北平市党部 1949年以后 此地为北京33中北院 1991年 改建为北京市外事服务 职业高中的实习饭店 2019年 东院成为京华实验学校 是西城区一所九年一贯制的 公立改革实验学校 西院则为武警招待所 不对外开放 我们只能看到二层楼的府门 戏楼和院内的 由黄琉璃瓦附顶 绿琉璃瓦屋檐的后照楼